找工作換工作可是人生大事 究竟要具備哪一些條件 才會成為上班族心目中的理想企業呢 今天來到台北的街頭 來問問上班族和社會新鮮的人吧 Let's go 你最期待的企業文化是哪一項呢 企業文化嘛 我覺得應該是就是上下層 然後可以溝通 然後不會就是比較扁平化的管理方式 應該是重視員工意見吧 然後會適當給員工機會去發揮 其實我覺得畢業很重要 就是公司的氣氛 它是一個無形的力量 可以讓你有一種 為公司有共同的相信力的感覺 我也就想說我做這麼多 然後老闆都沒有看到 那我做什麼都要幹嘛 就覺得我做得很心酸 所以我會選C 第二題是你想往什麼樣子的團隊氛圍 我覺得就是大家都是互相幫忙啊 你如果單做自己的事情的話 我覺得也是少一個樂趣吧 一個人工作能力再強 都沒有比得上一個團隊 所以我覺得團隊的合作其實有加分加成的效果 我覺得是很棒的 我覺得就是一加一會大於二的概念嘛 如果你們有很好的溝通協調的話 就可以創造更大的價值 應該說新鮮也滿喜歡 就是在這個比較和樂融融的工作團隊下工作啦 在我們思考的時候多少都會有一些忙點 那可能透過這一些不同背景的人 所以我可以得到我的一些矛盾上面的突破 第三題你在過去的工作經驗當中 你都怎麼樣去參加團隊合作呢 我一定盡量幫忙啦 對然後也會勇於的去挑戰跟學習啦 對這是我自己給自己的目標 會自許自己是一張白紙啦 然後盡量的吸收 我還滿喜歡就是學一些別的東西的 我會先在一項專案當中 確定自己的定位 然後跟同事事實的分工 所以我會選擇B 就是喜歡跟別人一起合作 然後就是如果別人有需要幫忙 就趕快一起把它完成這樣 最後一題就是大家最期待的 就是公司的福利制度 就是有哪一些員工的小確幸 是你最喜歡的 我覺得是C吧 對 就是因為我覺得小確幸還滿重要的 因為就是一個小小的動力 就是會聚餐 然後因為就是覺得聚餐的話 可以增進感情 第三個最直接就是 他請你喝飲料 還是請你吃下午茶的時候 你就會當下就會感覺 公司怎麼對我這麼好 我覺得這個鄰居力應該滿重要的 對 就是大家工作 如果大家同事之間感情比較靠近一點的話 我覺得會比較 工作起來會比較順利 剛剛問完了這麼多的上班族之後發現 老闆主管還有同事之間和樂融融 並且發揮團隊的精神 再加上給員工決策權 以及重視員工的意見 是大家都很重視的 還有就是在工作上 可以不斷的學習和成長 都是大家心目中的夢幻工作 但到底還有哪一些方式 可以讓你找到你心目中的理想企業呢 現在國際獎項白白種 像是快樂工作人大獎 全球最具創新力企業 還有全球最佳雇主獎 以及針對亞洲的亞洲最佳雇主獎 這些獎項都能夠讓求職者 更加了解企業的具體實際狀況 那麼對於企業來說 這些獎項又有什麼樣的意義呢 今天我們邀請到在去年獲得 2020亞洲最佳雇主獎的企業 一起來聊聊 好的我們現在來到百零加英格漢 同時也是在去年2020年獲得 HR Asia Award的副獎企業之一 今天我們邀請到了企業真才的靈魂人物 也就是BI的人資處處長Emily 歡迎Emily 大家好 我是百零加英格漢的人力資源部處長Emily 首先想要請教Emily 現在很多企業都很積極地去申請 付出品牌的獎項 究竟這些獎項對於企業來說 有什麼樣特別的意義 這些獎項其實可以有效地提供 這些企業從不同的角度來做一些評估 做一些體檢 那我們也很高興這次HR 提供給我們這樣的一個 亞洲最佳雇主的一個肯定 在這次獲獎當中有什麼特別的發現 我想這次我們的一個結果 可以看到我們的類別 其實都高過於業界蠻多的 那其中有四個項目 我想就是也是非常的高分 這個體現了什麼 就是我們的家族企業 百零加英格漢它是一個全球最大家族企業 所以我們從裡面也看到一個家的特質 那並且公司也在講的 Improve by People 就是以人為本 以人為出發 那我們需要相互合作 共同成長 那有沒有什麼心法可以分享給大家 讓這個永新也想要成為理想企業的人 可以來參考 我想這真的跟平時的這個基本功 是不是很紮實是有關係的 那最關鍵的其實是一個透明化的溝通 跟持續的回饋 那公司在每一年都有這個員工的意見回饋調查 總經理也有這個員工的意見信箱 也有這個與總經理有約的一個參緒 另外這個關懷跟同理性是非常的重要的 我們從這個關懷著手 然後落實到我們的行動方案 剛剛從處長分享就可以感覺到 在BI上班是會很有這種家的感覺 溫暖的感覺 那我們也想要請教Emily 究竟什麼樣的人才才能夠得到您的青睞呢 要有什麼樣的人格特質 我們希望同人士不斷地學習 多聽 多問 多看 多說 然後多分享 因為我們是一個國際性的企業 我們期待同仁也有一個 這個國際性的一個視野 那另外一個很重要當然就是 語言的能力 請問如果想要得到BI的真才資訊的話 要到哪裡才能夠看到呢 那我們歡迎大家可以到我們的官網 百零加英格漢的官網 還有我們的Facebook的粉絲頁 新鮮人真才已經開跑了 那我們今年的主題是 Let's go big 新鮮人請上車 歡迎大家參加 原來只要有心 想要打造友善工作環境 讓每位員工都能滿意愉快的工作 其實並不難 百零加英格漢的實際經驗 相信可以帶給企業主 和人資團隊許多幫助 透過企業人資的分享 相信能夠讓求職者和社會新鮮人 對於找工作更有靈感和方向 那今天也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囉